肖峰的武功在新修版天龙八部被削落了,这是一个很多人认定的观点,从表面上来看也确实有迹可循,比如三连版那段扫地僧对其武功资质天下第一的吹捧,以及旁白欲强更强个人特性在新修版完全被砍了。 但从战绩上来看,肖峰并没有什么变化,能打赢的还是能打赢,打不赢的还是打不赢,看不出有什么变落的迹象,此前带有吹捧意味的旁白欲强更强就算没有,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新修版天龙对肖峰与降龙十八掌的传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此掌法也有二十八掌,为肖峰去凡就简取其精益,成了威力更强大的降龙十八掌。 甚至在《射雕英雄传》和《倚天屠龙记》中,也被作者特地加入了两段对于肖峰改良降龙十八掌的旁白。 这降龙十八掌可说是外门武学中的巅峰角职,当真是无坚不摧,无坚不破。 虽招数有限,但每一招均具绝大威力。 北宋年间,丐帮帮主肖峰以此妖斗天下英雄,极少有人能挡得他三招两势,气概当势,群豪束手。 当时,共有降龙二十八掌,后经肖峰及他异地虚竹子,山凡就简,取经用红,改为降龙十八掌,掌力更厚。 这掌法传到洪七公手上,在华山绝顶与王重阳,黄耀师等人论剑时施展出来,王重阳等进阶称道。 丐帮神功降龙十八掌,在本宋年间本为二十八掌,当时肖帮主肖峰武功盖世,却因契丹人身份遭驱除除邦,他去凡就简,将二十八掌捡了十掌,成为了降龙十八掌。 旧异地顶旧功虚主子代传,由此世代传承,到南宋末年,虽继位帮主耶律奇得岳父郭靖传授而学权,但此后, 丐帮历任帮主因根底较欠,最后也只学到十四掌为止。 要知道,洪七公、郭靖的降龙十八掌造纸也大势不凡,郭靖在习得了九阴真经后,更是领悟出了一掌连加十三道后劲, 至刚中生出至柔的高明掌法,然在距射雕时代更近,且剧情和双雕小说联系紧密,而和天龙八部毫无关系的倚天屠龙记中, 却又以整句话来描写肖锋对于降龙十八掌的改进。 郭靖则仅仅是以笔带过,洪七公则干脆提都没提。 足见肖锋已经从三连板天龙一个普通的掌法修炼者转变为对于掌法传承有着巨大贡献的降龙掌宗师, 历史地位堪比那位改良打狗棒法的丐帮第三人帮主。 金庸先生在2001年做客《金庸察馆》论坛时, 曾有读者让其对比肖锋、郭靖、洪七公三人、降龙十八掌的高相。 金庸并无疑虑,给予了乔锋的降龙十八掌最强的评价, 并特地著名郭宏二人的降龙掌法皆由肖锋所传。 在新修版小说的剧情和旁白也验证了这一点, 使得肖锋在降龙十八掌的传承地位和实力威力方面均在所有出厂使用者之上。 该评论可在金庸察馆的金庸大学问一栏中查到, 提问,请问您笔下的乔锋、洪七公、郭靖三人之中谁的降龙十八掌最厉害? 金庸答,这三人中,乔锋的降龙十八掌最厉害, 洪、郭二人的掌法都是从乔锋手下传出来的。 此评论由于具备明确的原始出处,可信度很高, 原非叉叉主角武功最高,叉叉武功金书第一这类香港小报流出的三无谣言可比, 因此足以看作金庸自己的设定, 萧锋的降龙十八掌强过郭靖和洪七公,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洛论功龄三十岁出头遍及殉命的萧锋是不算多高。 洛论武藏,除了丐帮两大绝技外, 只学了降魔掌、秦龙功等寥寥数据的萧锋, 在金庸小说主角中也是比较拿不出手的, 然却可以一手改进丐帮百余年来的祖传神功, 使其掌力大尽,掌法威力更是强过了习德九阴真经、 空明拳、双手护博术等诸斑绝学, 同时多出几十年功龄的郭靖。 这不仅得益于萧锋极佳的根骨条件, 几个月忧劳奔波无心练功,内力仍然步将反升, 里面介绍韩玉床的旁白, 普通人就算拼命地练功,睡一觉之后也是散掉九成。 这解得益于其极强的武功运用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 战斗的具体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功力、 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敌人交手所需要的应对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在现场迅速地敌我双方的信息进行分析, 找出敌方的弱点扬长弊短, 用最有效的方式击败对方才是学武的根本目的。 盖音和高手对决并非表演套路, 对方绝不会像木庄一样眼睁睁看着你打完套路而毫无反应, 面对高手空有一身绝学却施展不出, 处处受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肖锋对于降龙十八掌的改良, 也是根据自己的武学理解和实战经验, 从实际出发, 删减了画蛇天族的后师掌, 使得这门掌法威力不减反增, 而剩下的十八掌恰好又能融会贯通, 若说删减几招, 则剩下的招式威力又会大减。 射雕原文, 郭靖把十八掌一学权, 首尾贯通, 原先的十五掌威力更加大增, 少删一招多余, 多删一招不足, 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 这门丐帮神功传承百年, 使用者绝对不乏高手, 却从未发现过后师掌掌力不足的缺陷, 更可见消风眼光之准, 别人准要通过秘籍才能领悟的武学道理, 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去想通, 甚至领悟的更深。 到了这个地步, 再纠结于学了多少套路武功云云, 也就未免眼界太窄了。 当然,对于金庸先生的这段评论, 也确实有很多人找出了各种理由不认账, 比如说金庸各个书评自相矛盾, 所以不能采信的, 比如作者这个评论是针对三连版, 而新修版不能作数的, 最搞笑的是说, 这个评论仅仅是针对双方肌肉力量进行对比, 因为郭靖内功远胜乔峰, 所以降龙十八掌的实际威力依然是郭靖远胜云。 对如此完全无视作者本意的论调, 也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了, 见了笑而不语便是, 对于天龙结尾, 萧峰出手, 击退段语徐竹, 抢夺了辽帝之举, 二人勤住辽帝, 心中大喜, 突见萧峰飞身赶来, 齐声叫道, 大哥, 不料萧峰双掌急发, 呼呼两声, 分席二人, 二人都大吃一惊, 见掌力袭来, 只得举掌挡架, 砰砰两声, 四掌相撞, 掌风激荡, 萧峰向前一冲, 以城市将耶律宏击拉了过去, 而对于上述原文的分析, 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捧萧者认为此内容足以说明, 萧峰仍足以压倒两位异地, 扁萧者则认为, 断须二人未用权力抵挡, 因此毫无价值, 此两种看法笔者均不赞同, 书莫的断誉虽已能较为自如地运用内力, 但尚未学过任何拳脚功夫, 六外神剑虽然威力无比, 但丹论掌力显然是拿不出手的, 而虚竹的逍遥派一路武功以阴柔为主, 不以掌力见长, 此时也并未使用刚刚学会的降龙十八掌, 其掌力也无法代表其真实武功水平, 因此单凭这段内容就将肖锋放在两位异地之上, 着实欠妥, 扁萧派的理论同样靠不住, 且不说此论点并无论据证明, 若说断须二人因对方是自己的大哥而手下留情, 难道肖锋面对两位不远万里前来营救自己的异地, 就能痛下杀手, 显然更说不通, 天龙结束时, 肖锋论武功配置未必急得上徐竹, 断育这两位异地, 但单论掌力可以胜过两位异地联手, 考虑到邵氏山上的徐竹掌力已然颇为了得, 丝毫不具有坦汁的寒冰掌力, 使出粗浅的委托长和罗汉权, 就足以逼退揪魔智这个级别的大高手, 那么肖锋的功力较之邵氏山时显然又有提升, 可以在向上提高半个档次, 扫地僧之外, 天龙拔布第二高手当之无愧。